大家好,我是阿胖 我们的面粉不要总蒸馒头了 加一把青菜 分享一个早餐新吃法 简单省事 上桌就连孩子也说香 一起来看看吧,非常的简单哦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青菜 像小白菜 菠菜等都可以 这里我们只要绿色的菜叶子 剩下的菜梗我们可以炒着吃 准备青菜叶90克 先把它切细条 然后再用刀切的碎一点 切好放入大碗里 再加入面粉500克 然后准备35度的温水 280毫升 加入5克酵母 先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我们分次少量的倒入面粉里 今天这个面团 我们要活得稍微偏软一点点 这样做出来会更柔软更好吃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然后再用手把它按一按 按光滑 再加入食用油 把油涂抹均匀 然后用保鲜膜密封 发酵 如果早上没有时间 可以睡觉前活好 早上起来提前20分钟拿出来 再准备一只小碗 加入30克面粉 10克食用盐 接着加入两小勺花椒粉 我这里用的是花椒叶子末的粉 这个比花椒粉更香 颜色也更漂亮 再加入两小勺五香粉 或者13香 最后用80克食用油烧热 把它烫一烫 烫过后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再像里面 加入烤熟的黑芝麻末的粉 黑芝麻粉呢 用量像这样 把这个油酥调得不稀不稠 就可以了 面团发酵好的状态 按压时 这个洞口不会回缩 像这样 再取出大案板 撒上干面粉 取出面团 也给它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 不用过分地揉面排气 只需要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光面就行了 然后在擀的过程中 只要感觉粘了 我们就加入干面粉 最后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 厚度大约在4毫米左右 用之前 再把沉淀的油酥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面片上 用刮板或刷子 把它均匀地抹开 抹开后 在上面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撒上这层干面粉 做出来的层次会更多 接着再把它卷窄一点 卷紧实一点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点赞转发收藏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方便下次好查看哦 像这样卷好后 我们再顺势给它拉长一点 然后分成均匀的小面剂子 大概4-5个手指的宽度 接着像这样 把那层的往里按一按 然后把两头的这个口给它收盐式 收好后 把这4个角往里收 捏在一起 最后扣过来 像这样 光滑的一面 我们给它磨一层清水 再蘸上一层白芝麻 给它多蘸一点 最后用手再把它压扁 像这样全部做好后 盖上保鲜膜 再二次醒发20分钟 二次醒发好后 取出电饼铛 刷上食用油 提前预热 预热好后 把饼皮依次放进来 用中小火模式 不要用大火 大火很容易把酵母烫死 然后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用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给它盖住 高一点的盖子 这样烙出来会更加的蓬松 暄软 大概烙5-6分钟 给它翻瓷面 翻过面后 继续用这个高盖子盖住 再烙5-6分钟 再翻瓷面 烙的过程中 我们勤翻面 勤翻面可以把两面烙得更加焦香 因为每个人的电饼铛火力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最后烙到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 回弹 像这样 我们拿去锅盖 再敞着锅 给它烙一分钟 烙走水汽 这样吃就会更加焦香了 烙好后 我们可以看到 捏一捏 就酥的掉渣 而且表皮又焦又薄 特别的香 加入了青菜和黑芝麻粉 这样早餐会更加营养 掰开后 里面的层次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 香味也是扑鼻而来 小孩子也特别喜欢吃 尤其不喜欢吃青菜的 这样做也喜欢吃了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大家好 我是阿胖 自家种的红薯收获了 于是趁着红薯新鲜好吃的时候 这几天给家人天天煮红薯 煮的他们都吃腻了 再也不想吃煮红薯了 于是呢 我就琢磨出了这么一个吃法 换一种做法 换一种口味 没想到出锅后 他们吃的美呆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红薯 带皮是420克 先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 放在一个大一点的平盘里 然后用手把它平铺均匀 再往煮锅里 多加一点清水 放上红薯 盖上锅盖 用大火把红薯蒸软烂 红薯蒸软烂后 如果想口感更细腻一些 可以像这样放入到料理机里 加入一点清水 把它打成细腻的红薯泥 如果嫌麻烦 也可以直接用叉子或擀面杖 把它压成细腻的红薯泥 都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取出480克红薯泥 等温度降到35度时 再加入5克酵母 然后用筷子先把酵母和红薯泥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往里面加入500克面粉 再把面粉搅均匀 如果搅的过程中觉得红薯泥少了 还可以向里面再继续添加一点 或者加入一点清水补救 最后揉成一个没有干面粉的面团 像这样比较柔软一些的面团就行了 然后抹上一点食用油 并把油涂抹均匀 这样面团发酵起来时 不会粘到保鲜膜上 盖上保鲜膜 密封发酵质体积两倍大 等这个面团发酵起来后 我们再准备一只小碗 加入两勺黄豆酱 再加入食用油 然后用筷子 把油和酱搅均匀 搅到酱油不分离的状态 像这样先放一边 发酵好的面团 用筷子按压实 可以看到这个洞口不会回缩 然后取出案板撒上干面粉 面团也取出来 也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 在稍微揉上十几二十下 稍微排排气就可以 然后取出擀面杖 把它擀开 擀的过程中 如果觉得这个面团粘擀面杖或按板了 我们可以继续撒一点干面粉防粘 最后再把它尽量的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或四边形 厚度大约在三毫米左右 像这样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调好的黄豆酱放上来 用铲子给它均匀的涂抹均匀 因为这个黄豆酱比较咸 所以就不用加盐了 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撒过干面粉后层次会更多 然后从一头把它卷起来 卷的时候我们不要卷太窄 太窄的话不容易熟 像这样卷好后 再把它中间切开 然后放到一个不粘的笼垫上 摆放的时候中间要留有空隙 不要粘连在一起 现在天气冷了 做这种发酵类的面食 做好后一定要记得充分二次发酵 只有充分二次发酵后 我们蒸出来才会喧软 不会死面疙瘩 这就是充分二次发酵好的状态 可以看到体积明显变大了 而且用手指轻轻按压 它回弹 轻松的回弹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开大火 蒸了 蒸到锅冒烟开始计时蒸25分钟 然后关火再焖5分钟 哇真的是蒸的时候不怎么香 但是切开后香味就立刻出来了 扑鼻而来的那种香 不仅层次多 而且层与层之间还非常柔软 捏着就像海绵一样迅速回弹 而且金黄油亮 吃到嘴里又劲道又柔软 而且咸香味十足 特别的好吃 这样做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吃 给他们换了一种吃法 这样吃红薯既营养又美味 还能够当主食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点赞转发收藏 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哦 谢谢您观看 大家好 我是阿胖 又到吃大白菜的季节了 现在的白菜也是非常便宜 我这边就是一毛八一斤 今天就用这一毛八一斤的大白菜 分享一个白菜模的做法 做出来大人孩子都喜欢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在碗里准备400克高筋面粉 再加入三克盐增加筋性 先把面粉和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往里面分次少量加入230毫升 70度的热水和面 70度的热水和面 做的面食 一是口感更软 二是提高面粉的吸水性 尤其白菜容易出水 这样做出来成品不容易破 我们把它搅拌成大絮状 再向里面加入10克食用油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没有干面粉的面团 第一次都是很难揉光滑的 没有关系 用一个袋子 密封保存静置10分钟 现在我们开始处理白菜 说实话 这一毛八一斤的白菜 我差不多有10年没有见过了 平时虽然见到有8分钱一斤的 也是搞促销 限购只能买一颗 而这一毛八一斤随便买的 还真是很少见 我们把白菜帮去下来 只要这个白菜叶子 再把白菜叶子像这样 给它切几下 最后再切成碎点的白菜末 切好把它搓到大碗里 面粉也已经静置10分钟了 这个时候再把它揉一揉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揉光滑 揉到像这样 再用袋子套起来 有时间就静置30分钟 没有的话静置10分钟 然后提前准备一把韭菜控干水 切成韭菜末 韭菜末切好和白菜碎放一起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擦成细丝 然后加入一把虾皮提鲜 这个时候纸巷里面加入食用油 其他调料不用加 加入食用油后搅拌均匀 放一边 面团醒好后取出来 先在案板上撒上干面粉 面团取出来之后 记住一点千万不要去用手揉 一揉的话容易破坏面粉的延展性 我们直接在中间像这样戳一个洞 把它拉成长条 然后切开 再搓均匀一些 最后给它分成均匀的面剂子 我一共分了8个 分好的小面剂子 两个切面像这样沾上面粉之后 再把它搓一搓 之后按压成小饼 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的时候很随意 擀不规则也没有关系 只要擀薄一点就行了 圆的方的都行 厚度大概在一毫米左右 像这种薄度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拌好的菜 抓上两大把 放在这个面皮上 并顺手把它铺均匀 再打入一个新鲜的鸡蛋 再用筷子把鸡蛋搅均匀 这个时候再向里面加入食用盐 做白菜膜 我们加入食用盐就行了 其他调料不需要加 如果喜欢吃辣椒面 可以加点辣椒面 然后在边缘 抹上一层清水 清水可以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再把擀好的另一张面皮 像这样盖上来 最后把边按一按 按结实 接着在中间按一按 使上下两张面皮和蔬菜 更加贴合 再把平底锅取出来 刷上食用油 开小火预热 做白菜膜 我喜欢用平底锅 这样开着火烙出来的更香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电饼铛 电饼铛合上盖子 用大火烙 面皮放进来后 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因为用这个平底锅烙 我们是不需要盖盖子的 就加上皮特别的薄 所以烙汁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 大概不到两分钟的样子 像这样 底部金黄有漂亮的花纹 我们给它翻个面 再把另一面也烙至金黄 皮是非常薄的 烙到两面都金黄 饼微微鼓起就熟透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这样做出的白菜膜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柔软 而且呢还特别香 吃起来是千层的 每一层之间蔬菜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是几乎原汁原味 特别好吃 我家最喜欢这样吃白菜膜了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点赞转发收藏 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哦 大家好 我是阿胖 在我们的厨房里 常备一些饺子皮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用处 能够解决很多人的烦恼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块里脊肉 先把它切成5毫米厚的片 再切成5毫米细的条 切好把它盛起来 放入大碗里 然后加入清水 泡一泡 泡出里面的血水 再准备一个土豆 把它切薄片 然后改刀切丝 土豆丝切好后 放入清水里浸泡 再准备一颗大葱 我们只要葱白 把它切成长段 然后刀和案板成45度的角 切一下 但是不要切断 把里面的葱芯给它取出来 再把葱白切成细丝 切好把它整齐的摆放到盘里 再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黄瓜丝 猪肉泡20分钟后 我们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挤干净 然后向里面加入米酒或料酒去腥 再打入一个鸡蛋清 接着加入一小勺白胡椒粉 一小勺姜粉 和4克食用盐 戴上手套 抓一抓给它按摩一下 抓一分钟 抓至粘稠后 我们向里面 再加入玉米淀粉 这里是400克的猪肉 再下手继续抓 抓至粘稠 然后加入食用油 抓拌均匀 先放一边 这个时候再准备38克的甜面酱 向里面加入10克米酒或者料酒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放一边 按板上撒上干面粉 取出饺子皮 放上一张饺子皮 撒一点面粉 再放一张 像这样依次重复 放4-5张就可以了 然后用擀面杖 先按压一下 使这些饺子皮更贴合 再翻个面 给它按一按 按好后 我们再给它擀一擀 然后翻过来 再擀一擀 像这样 没擀几下 就翻个面擀一擀 这样可以保证 这4-5张饺子皮 基本上大小擀出来 都是一样的 擀出比原先的饺子皮 大一圈就行了 再把它一张一张的分开 分开后装到袋子里防止风干 提前用大火烧一锅水 并一直保持大火 然后把擀好的饺子皮像这样 摆进来 不要摆太满 留一点空隙 好上气 这样蒸的会更熟 每隔30秒 放上几张饺子皮 放的时候不要粘连在一块 然后盖上盖子 再大火蒸30秒 再一次放上来 像这样重复 直到把所有的饺子皮 全部放进来为止 到最后几张放进来后 用大火再蒸两分钟 蒸好后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先拿去锅盖 把它取下来之后 再关火 接着趁热 把它一张一张接下来 如果觉得烫手 旁边放一碗凉水 像这样用饺子皮 做出来的春卷皮 我们不用刷油 它也不粘 而且可以看到亮晶晶的 非常的晶莹剔透 说明它很薄 下面我开始使劲揉它了 看揉了好多下 打开后 它也没有破 非常的薄 手指都能看透 而且拽起来 还非常的有弹性 说明它很劲道 我们先用干笼布 把它包起来 这样吃的时候会更柔软 然后起锅热油 油温五成热 下入肉丝 用大火爆炒 炒至变白 断生 盛出来 再另起一锅 开小火 倒入食用油 加入一勺白砂糖 炒出像琥珀的香油色 这个时候 我们把之前弄好的甜面酱 给它放进来 扒甜面酱的时候 用勺子 这样扒得会更干净一些 炒出酱香味 放入肉丝 翻炒均匀 再趁热 把做好的金酱肉丝 放到葱白上 烫出葱香味 吃的时候会更香哦 这样用饺子皮 做出来的春卷皮 真的是很简单 像以往我们做春卷 都要刷油 想到暗门上 手上粘油 想到这儿 就觉得非常麻烦 不想做了 而这样做 不刷油也不粘 而且呢 还非常的薄 尤其遇到馒头不吃 米饭也不吃 挑食的小朋友 这样给他做 他就不挑食了 很喜欢吃 喜欢就试试吧 大家好 我是阿胖 今天用毛骨 分享一个好吃的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毛骨 先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洗好后 放入漏篮中控水 再准备几朵西兰花 把它清洗干净 水开后 下入西兰花焯水 焯至变色后 捞出放入凉水里 再把洗干净的毛骨下进来 毛骨不要焯水时间太长 时间长了 鲜味就流失了 大概一分钟 捞出过凉水 接下来再准备一张豆腐皮 有的地方也叫干豆腐 烫软后捞出 放到凉水里 最后再准备一点黑末 焯水三分钟 控水捞出 准备两个鸡蛋 放入清水里 盖上盖子 把它煮熟 这个时间 需要挤水的就挤水 不能挤水的就控干水 我们把西兰花的根部和顶部 给它分开切 因为根部不好切碎 这样分开切 就会切得比较均匀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那么点赞转发收藏都可以 把它保存起来 方便下次查看 西兰花我们剁碎后 先把它盛起来 再把豆腐皮折一下 切成细条 然后切成丁 切好搓起来 最后再把末儿给它切碎 切好装起来 再把挤干水的毛菇也切碎 这里我们不需要切太碎 大点的颗粒感吃着会更可用 鸡蛋也已经煮熟了 先把它捞出来 然后向大碗里加入食用盐 蚝油 调下味 用筷子先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向里面加入玉米面 再加入一勺熟的黄豆面 然后加入小麦面粉 这个面粉的用量 我们一定要根据食材的多少来添加 先下手抓拌一下 感受一下 抓起来散开了说明面粉少 我们继续向里面加入 小麦面粉和玉米面 最后加到 握成团不散开 像这样给它团一个圆子 团好后 再用拇指中间戳一个洞 然后放到不沾的笼垫上 水开上锅 开大火 蒸12分钟 关火后再焖一分钟 蒜柚子里准备一点大蒜 加入食用盐 把它倒成蒜泥 再把去壳的鸡蛋加进来 把鸡蛋也捣碎 捣碎后扒到小碗里 加一点小末香油 不用其他调料就非常好吃了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毛菇窝窝头也已经做好了 拿一个毛菇窝窝头配上一口鸡蛋蒜 真的是非常美味 蘑菇这样吃 无油无糖 做法简单又好吃 口感可有可有的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谢谢您观看 大家好 我是阿胖 俗话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 时常秋雨冷得晃 天一冷就喜欢吃这锅水煎包 用白菜做出来的水煎包 我们不用发面 也不用擀面 做出来既简单又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白菜 我这里准备了9颗大白菜叶 清洗干净 然后再以3片为一组把它叠一起 白菜帮这里我们给它切得细一点 因为白菜帮比较硬 切太粗不好吃 而叶子这里给它切得宽一点 最后再像这样把它切成丁就行了 切好后放入大碗里 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淹出里面的水分 搅拌均匀后放一边 前一天晚上 睡觉前准备一大把腐竹 加入清水把它泡发 第二天 泡发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像这样 给它按压出里面的水分 然后放到案板上 把它再切成丁 如果有大块 再用刀给它稍微剁几下 剁碎一点 剁碎后 先放入盘子里 再准备一把木耳提前泡发 然后用开水煮3分钟 捞出后再过一下凉水 放到案板上 也是把它切碎 接下来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擦成细丝 再用刀把它剁成碎木耳 和黑木耳放一起 白菜腌好后用力挤出里面的水分 水分我们挤干净一点 然后再把成团的白菜给它捏开 捏开后先放这里 接下来准备一只碗 向里面打入4个鸡蛋 平时我们炒鸡蛋 吃着总会有一点点的腥味 向里面加一点白醋 就可以把腥味去除掉了 然后再加一点食用盐 打个底味 最后用筷子给它使劲搅发 搅发后 油热倒进来 用大火炸成碎一点的鸡蛋花 炸好后先盛出去 再另起一锅油热后 下入胡萝卜末 翻炒均匀 炒上一分钟 倒入腐竹碎 再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下入白菜末 等把白菜末也翻炒均匀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加入蚝油 鸡汁 和适量的食用盐 如果喜欢吃辣的 还可以加一点辣椒面 最后倒入鸡蛋花 翻炒均匀 我们可以尝一下盐味大小 不过的话再加一点食用盐 这样做好的馅料光闻着就已经非常香了 然后晾杯里加入200毫升清水 加入两颗面粉 再加一点食用油 搅拌均匀 先放一边 取出饺子皮 放上馅料 像平时包包子一样 把收口给它收盐式就行了 如果感觉到饺子皮硬不好包 可以先放入冰箱冷藏三个小时 然后再拿出来 回温 这样就可以变软 变软后就好包了 像这样全部包好后 我们可以煎着吃 还可以蒸着吃 如果吃不完可以冷冻 冷冻三个月不会坏 下次再吃不用解冻 直接上锅蒸就行了 下面取出平底锅 倒入食用油 先开比小火大一点的火 先沿着锅边 放进来包子 因为中间的火力比较大 我们最后放 等边上的煎上 30秒左右后 再放入中间的包子 这样就可以把边上的和中间的煎得差不多一样金黄 盖上盖子 先煎1-2分钟 最后煎到像这样 所有的包子底部变成金黄色 我们倒入之前调好的面粉水 到包子的1 3处 然后盖上盖子 转成中小火 一直慢慢煎 煎到什么样子呢 煎到像这样 水分快变干时拿去锅盖 再敞着锅慢慢煎 敞着锅底部会煎得更酥脆 然后加一点黑芝麻增香 等把水分全部煎干时 我们晃动一下 让它脱离锅 脱离不动的可以用铲子轻轻推动 最后出锅前 加一点葱花 好看又香 再用一个盘子把它扣过来 像这样就做好了 这样做好的水煎包 层次口感都非常多 底部焦香 皮又劲倒又柔软 这样做出来非常好吃 而且体积小 一口一个 真是特别的爽 里面的馅料又是全素的 非常的美味 我们即使不用五花肉 这样做出来就已经非常香了 偶尔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 如果喜欢 点赞转发收藏 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方便下次好查看 谢谢您观看